每天吃一瓜蜂劈结巴巴巴 有小伙伴问王一博这部追风者 会不会被写进王一博实际当中去争今年的白玉兰 白玉兰夸张了吧 没听说剧方有这么个想法 这部剧因为在央视播盘子大收视率是不错 写进实际是肯定的 毕竟播出效果确实还可以 但王一博的演技要去争白玉兰还是夸张了哈 他目前的演技还没有到那个高度 最多是流量演员演戏不会被潮的程度 属于一边转型一边磨练演技的类型 不过市场欢迎度还挺高的 现在投资方都精明 除了流水线偶像剧 其他类型的剧不会再找流量艺人来抗剧 一般就是让他们搭个老戏骨 然后给老戏骨演个二番 但为了让粉丝不闹事 乖乖给流量艺人宣传做数据 会把流量艺人写在一番 王一博就属于这种能抗剧能带流量宣传的艺人 所以戏约还挺多的 他转型很成功 虽然练习生出道 但流量一直不错又靠陈情令爆火 直接飞升顶流 现在转型成演员 他的成功之路几乎是无法复制的